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潮水一样涌来 退去 头上的块状天空开始暗淡下来 但暗色又被无尽灯火驱散开 我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一张张脸庞快速经过 消失 想起一个湿漉漉花瓣的异象 从那么久远的时间外爬出来的诗歌 还是生动无比 等人时我总是在吸烟 也许吸烟本就是期待什么来临的习惯吧 搜狗门口到处站着等人的人 大多是半量清爽的男孩女孩 脚上正是春季的户外便携大博栏 也有整齐的上班族带着公文包 不知等的是恋人还是客户 身边听到的吃力破碎的声音都是听不懂的广东话 突然间很喜欢这场景 喜欢这有人可等的参与 都市中总有一些地点会成为等待的符号 一种无需多加解释 马上就能够心领神会的约会路标 过往的约会地点 个人纪录片的回放 我开始往记忆里走得深邪 人潮中有一个身影出现了 街道和其他的全部一下子变得虚无淡出 薇佳 我叫出她的名字 薇佳是我的前女友 在北京的校园里开始走在一起 我认识她已有一辈子那么长 我们曾经情意绵绵 曾经天崩地裂 我们曾经把有过的都当成永远 但最终剩下的只是真实 却又无迹可循的细节 只存储成个人的记忆 断裂从1995年开始 那时她转身去了太平洋的另一端 在城市里 故事容易重复 街道容易被忘记 很久以来 我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好多年了 你怎么还是那样 你还好吗 每次想打电话或者写mail给你 可是在冲动之后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常常在陌生的地方想起你 我们一起去过太多地方 每个地方都还记得 见到你挺好 我以前担心你会变成胖子 习惯香港吗 刚来时比较痛苦 这和洛杉矶的反差太大 现在早已习惯 很喜欢中环的氛围 可是广东话还是很烂 Anyway 这倒不是big deal 我的确有一种担心 害怕七年的话很快就会说完 过去有的都是亲密 如果那种亲密产生过却有消失 无疑是件尴尬的实际 如果它还存在着 那么现在我也会尴尬 我们曾经让爱情自似生长 现在却不得不又严加控制 如果觉得很多话一旦出口 就会失去其必要性时 这些话只能像永远得不到光和水分的种子 注定不会破土而出 舒展开来 但我来就是要说话的呀 大段的沉默出现的更多了 那时我们在山顶 俯瞰着整个维多利亚湾灯火闪烁的夜色 威加说今晚天气不错 平时这个世界山顶总是风生水起 雾绕重重 他的手指着清晰的港湾和市区 说出很多个地名大厦 吴端端我就笑了 全是些熟悉的名字 从许多的电影里跳出来 亲切无比 你知道我刚来香港 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哪吗 重庆大厦 一直惦记着王家卫的电影 那次转过半岛和九龙酒店 到了迷敦道 一下子就看到了重庆大厦 当时就呆住了 旧的和新的建筑 就那么突兀的连在一起 后来看顺了眼 反而喜欢那反差里的和谐 旧的和新的 突兀又自然的共生 我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天星小轮还在穿梭 中环的灯火通透 山的另一面 潜水湾却显得安密 又是从高处看一个城市 城市是黑暗里光芒四射的心脏 它的跳动节奏 就是它独有的喧哗夜声 在北京北三环边 在某一幢大楼的 二十一楼我家的阳台上 当年的威家曾说过一句 我从没忘记过的话 你说在这个时候 有多少人正在缠绵 那会儿我搂着他 两个人正看着 没有尽头的城市灯火 那时年轻敏感 我们在夜晚生长 我能记得 总是这样 今晚在回忆另一些夜晚 失落的爱情 在追想爱情本身 你太太好吗 不过不要说太多的她 你该结婚了 担心我算了吧 你有没有过后悔 有 我变了不少 习惯了安静的生活 你却看不出来变化 还那么喜欢黑色 老实说我怕见面无聊 怕你莫名其妙的同情 我怕我梦话可说 我看着眼前的景色 但什么也没有看进心里 见到了却不知如何是好 她就在身旁 我克制了很久 才不去拦着她 心乱中只好笑着不开口 这时的沉默 是思维被切换到 另一频道的方式 那个频道建立了多年 锁定着正见模糊的 时间和影像的记录 她从任何一个场景开始 每一次播放都毫无条理 黄成根夜市 两人一步吃疆过去的冬夜 西山公园树林中热烈新闻的正午 音乐会和音乐会后的吵架 北京图书馆 在看巴黎最后的汤格时睡去的我 足球场边一见我带球 就大喊大叫的她 日复一日却飞驰而过的校园生活 短途旅行中疲惫的相拥而睡 还有等候 无数次的等候 当然通常的情形都是我等她 那曾经是我的习惯之一 但1995年过去很久了 这个频道从此不能更新 当色彩褪去声音消解 这个频道有一天会变成雪花状的空炉 带着微微痛楚的杂音 再也无人知晓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害怕着这一点 日渐数字化的时代里能够坚固的记忆更加稀少 没有一种方式 是可靠的 事情最终必得如此 我太清楚不过 但离微加越近 我越能清晰地感觉到对她的迷恋 现在她近在咫尺 我的心又微微震颤 两个曾经相依为命的旅行人 由于变故分了开来 若干年后 在另一个地方重逢 他们该客气而礼貌 还是该紧紧地拥抱如初 问题是 这拥抱和1995年之前的拥抱 已经不一样了 此时此刻 我怀抱的感情和那时的爱情 也已经不同 如果剔除掉无关的背景 再排除杂乱的细节 那么这故事到处都在上演 1995年可能就是2002年 香港也就是北京 满世界都是走失的人 美好的往日究竟是事实 还是想象 到了今天 他们是不是该必须死去 1995年的刻骨铭心 和2002年的玉语环修 是不是同一种感情的两个侧面 威嘉看着我的眼睛 他不可能不知道 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多待几天的话 我可以陪你多玩些地方 我没有玩的心思 开完会再停留两天 只是想见见你说说话 在见你之前 我总不能把你和香港 联想到一块去 我们的队伍不断在壮大呀 这儿越来越多从美国过来的大陆人 我的普通话并没有闲着 为什么不回上海 回到上海父母身边 他们安心 你也轻松 快了 公司上海的office不断扩大 香港这边的人抢着登陆 或许四个月后 你去上海看我 威嘉 我愿意长期看你 一直到你嫁人为止 可是 担心这样一来 别臭美 跟你无关啊 想嫁了自然有办法 我不知道 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 和你 如果就此再不相见 我会耿耿于怀 既怕打扰你 又不愿成为路人 你这么啰嗦混乱 怎么混到现在的位置的 我过的是线性的日子 除了你 其余一切都简单 威嘉的电话响了 在他偏过头去说话的时候 左边的直发从耳后滑了过去 露出光滑柔和的耳朵 灯光映照着我无比熟悉的轮廓 我曾亲吻细语过的甜蜜部分 一瞬间我被短促的难过击中 也转开身体 又点燃了一支烟 设想中的每一次见面 都想找一个答案 但问题是模糊的 或者我从未敢于面对 答案就永不明晰 这一直让我不安着 威嘉回过头来 照样笑脸盈盈 她继续谈着她的投资行业 我好像是在专注地听 但风吹过来 不知带走了什么 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 在我的心内回转 威嘉 今晚想一直和你就这么走下去 像在北京一样 走到哪儿都无关紧要 威嘉 我们一起去坐天心小轮吧 离开这边去对岸 我一直不肯学会 到了目的地就要下船 她的笑平和 她能够看得透我 每一段关系里 总有也只有一个失落者 现在这个人就是我 无论我是否承认 有一些东西确实改变了 突然间明白到了这一层 我既感轻松又觉失落 我要谢你 当初若非横下心去读书 我可能不会有我喜欢的经历 开始时真的好难 但终于走了下来 我非常享受现在 没错 我推走了一个老婆 造就了一个投资经理 我以前恨你 非常恨 现在好了 即便要回头看看也很平静 宁可你恨我到现在 那样或许还有些爱 谢了 我可是擅长自疗的动物 我们好像说起了一切 又似乎什么也没说 威嘉执意要送我回酒店 直到走进大堂里面 一直热烈的话题 才突然而止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我想起说点什么之前 他伸出了手 说着晚安和再见 说再见时该在上海 倒是一起喝咖啡 我记得我说了好几个没问题 我看着载着他的出租车起动 离开 又在大堂里站了两分钟 突然想出去走走 就转出酒店的侧门 在一条小街上慢慢走着 那时看见了位于二楼的红叶书店 书店小 书牌的紧密 只有两三个人 老板自顾自的在看书 我买了两本Lonely Planet的旅行手册 还有几本台湾版的日本小说 付钱时老板和我聊开了小说的话题 那是个喜欢交谈的人吧 说话有点慢 他说起村上龙 黄碧云和山天永美 说起他喜欢的大陆的网络作家沙子 他说他一直在写着烂小说 他表情不多 但带着自嘲的口吻 让我喜欢上了这个家伙 他从架上拿了两本 山天永美的书给我 他说这个女人直接自然 是那种值得喜欢的女人 我下付了钱 在铜锣湾夜里明亮在安静的小街上走回酒店 我仍然想着薇佳 1995年 两个固执任性的年轻人把爱情藏了起来 过于骄傲的人终归要体备到后悔 在走过711便利店的门口时 关于薇佳的个人频道又开始播放 片段一样的英容笑貌 不分时间地点和氛围急速地闪回 一个覆盖着另一个 此时此地 我不知道这频道的内容该是更多了些 还是又消磨了一点 昨天